小伙子要给台上的两位姑娘 带来一个故事 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特别要感谢的人 就是我的高中老师 也是他让我协会了 做人一定要知恩图报 我觉得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 受益一辈子 高三的时候 有航空学校来学校招飞 他就在班会上讲了这个事 很多人找他去报了名 我当时没有去 后面他就说 杨虎条件挺好的 怎么没来找我报名呢 他就私底下又找到了我 然后跟我说你应该去报名 当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钟了 学校已经都下班了 他又打了电话 把所有的老师给叫回来 给我办了手续 盖了章 全部弄完 已经是下午八九点钟 县城里面已经没有到亏民的车 体检的安排又在第二天的早上 在宝山 他就自己去车 把我送到了瑞丽 等我到达宝山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两三点钟了 我就特别感谢他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是成为不了一名飞行员的 后面我跟他道谢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 还是党跟政府 因为他从小也是贫困家庭里面出来的 如果没有党跟国家的政策 他也做不到一位人民教师 他也教不到我 就像我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 把招飞灭向了我们边疆 灭向了我们贫困的山区 我是成为不了一名飞行员的 他一直教导我要好好读书 感恩国家 回报社会 现在我也经常参加一些民航知识 走进校园的活动 有一次我都走到了一个云南的贫困村里 给那里的孩子 普及民航的知识 让他了解我们 从小树立一个航天的梦想 如果没有我的老师 我是成为不到今天的 是他教会了我怎么去回报社会 怎么去感恩国家 感谢我的老师 感恩国家 回报社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